譬如說人家問你說 How are you? 然後你跟他說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超奇怪的 哈囉各位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然後我這部影片呢 我要拍的就是 以我普通高中的角度 然後到美國念書之後 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英文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粗糗的英文 那我今天帶來一個小夥伴 看鏡頭 看鏡頭 對我今天帶我一個小夥伴 然後他要陪我一起 來拍這段影片 好我想跟各位介紹一下 英文課本不會教你 但是非常常用到的 一些英文智慧 大家都知道台灣人很愛說 這假的 這假的 如果在英文真的假的 我們會說 For real? 就譬如說 政府今天要給你兩萬美金 他會說What the? For real? What the是我自己假的 但是For real? 你知道嗎? 就是台灣人很愛說的真的假的 就是說 人家會問你說 你肚子餓嗎?你想吃飯嗎? 然後你就不想吃 你就會說 Oh I'm good Thank you 就是你不想吃的意思 就是I'm good 如果別人不小心撞到你 然後他跟你說對不起 他說Sorry 的時候你可以說 Oh you're good 就是 你OK 就沒事 我不放在心上 或是你可以說 No worries 或 No problem Not at all 這都可以 就是跟別人說 沒關係啦 其實這個OK的 OK 各位介紹一些小插曲 這條路呢 是我非常喜歡的 跑山 就是小跑山的路線 那這條路就在台灣 台中的大坑 這條路就因為沒什麼車 然後 道路又彎曲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蠻有樂趣的 我的小狗狗 喜多 打一個哈欠 好可愛 好我現在靜止狀態 然後我現在在一個小路 所以 這邊就 應該不會有車了吧 這邊有這種路 好 繼續 回到我的影片主題 好不好 英文課本不會教你 但是很常用到的 我是說台灣的英文課本 就是如果你念台灣普通高中的話 你可不可以覺得說 喔台灣英文課本真的很無聊 然後就一直念課文 背單字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 我學的那些英文 到美國都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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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 OK我繼續講 有兩個口頭禪 比如說 你會說 I was like I be like I'm like 就是 你在講什麼話之前 就會說 I was like OK Last Saturday I was like So happy Because You know I went to a party 就是 I was like 就有點像口頭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Though Though This movie is not that good though 你知道嗎 就是有種語助詞 在 巨尾的那種意思 比如說 I don't think I don't think that works though 之類的 之類的好不好 之類的就像這樣 所以最好玩最好玩的 台灣特本都會教你說 一段句子 一段對話式 有人說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不好意思齁 在美國絕對不能這樣講 OK 比如說人家問你說 How are you? 然後你跟他說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超奇怪的好不好 How are you? 你之後可以回說 Oh doing good 或是 I'm great 之類的 或是 如果都沒有什麼特別 你可以說 Oh nothing special 然後如果說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就是這種反問的 問他說 你今天怎麼樣 之類的 那跟這個比較相關 比如說 What's up What's up就是 那種比較 隨性的問話這樣 然後我記得 我那時候室友 我問他說 What's up 然後他跟我說 It's a direction OK有get到嗎 就是 What's up It's a direction What's up It's a direction 好吧 我覺得他很無聊 不過 It's a Dad's joke I guess 因為我室友也算是比較偏中部 好像中部人都會說 How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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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dy也是打招呼的方式 Howdy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喔 就是有時候自我介紹 然後別人可能講 My name is Joyce 然後你可能忘記他的Joyce 你就會說 What's your name again 就是有一種 再問他一下你的名字 到底叫什麼 還有 喔去餐廳 去餐廳的時候 那你就點完餐 比如說 I wanna fried chicken I wanna fried chicken fried rice 店員就會問你說 For here or to go 不是他送你土豆喔 所以你不要選那個to go 但是其實你是想在餐廳吃飯 他說 For here or to go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在這裡用餐 還是你要帶走 如果你要帶走就to go 但在這裡吃就是for here 好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喔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我在那個宿舍 有一個叫 Whole Council 我們是一個學生的 那種 議會組織 就是幫大家辦活動啊 然後聽大家意見 這種東西 我們也是辦一個活動 它叫做 Autumn Bowl 我是負責那個 Marketing的 所以我要做一些海報 一些Flyers 或Posters 然後他們就給我一個 這個標題 寫Bow 然後我就想說 Wait Bowl 我們宿舍哪有空間可以打球 或什麼的 問他說 請問我們是要play Baseball 或Basketball Or like Pool Or Bowling 然後 他就說 Bowl的意思是舞會啦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不知道 OK 我不知道Bowl的意思是舞會 在這邊跟各位盜竊一下 我真的見識很少 好不好 Bowl是舞會 好 是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但我現在知道了 OK 很多人就是應該有聽過 Antisocial Social Club 那個Anti也有人唸Anti 所以你可以 Antisocial Social Club 就Anti 或是 Semi Formal 你可以說 Semi Formal S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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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 OK OK 都有人這樣唸 好不好 然後看到很多人寫作文的時候 比如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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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something 或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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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然後你接不下去了 或是太多東西要接了 你就會說 end etc 那etc你在口語不會這樣講 cars scooters motorcycle etc 這其實很奇怪 他etc的全名叫et cetera et cetera 有個叫per se per se就是by itself的意思 就是有人說 something per se 就是這個東西本身 per se 如果你想要開別人玩笑 然後你在開玩笑之前 或是開玩笑之後 你就會說 oh no offense no offense 就是我沒有這個意思 好不好 因為美國人也蠻愛開玩笑的 所以 no offense ok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美國那種 transgender 性別中立 我們叫做 他們會有一個pronouns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 填一些表格啊 問你自我介紹啊 your name 下面就會說your pronoun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就會說 就是I prefer he him pronoun 然後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就是she her 那如果你是這種性別中立啊 第三性或什麼 你就會說 oh z zi pronounce zee zi zi 或是zer 所以I prefer zzer 就是你的pronoun是zzer ok z是zi 然後zer是zir zzer zzer cool gotchu you guys are doing great 但是 you guys感覺就是 在他們的眼光中覺得說 oh 我怎麼蓋男生這樣子 反正就是美國人嘛 you know you guys 所以很多人說you all 或yall yall yall 念快一點 yall doing a great job 所以我差不多今天就是講這些 那我複習一下前面講的 第一個 for real 就是台灣人講的真的假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I'm good 第三個就是 you're good no worries no problem not at all 然後口頭禪的話就是 I was like be like blablabla 或是something they'll teach you ok 比如說簡單的問候 How are you I find thank you and you 這個不會用 記得這個不會用 然後 What's up Howdy What's your name again 然後 to go over here ball 是舞會 ball 是舞會 say me say my anti entai etc etc per se 聽起來 講起來蠻浪漫的 per se no offense 無意冒犯 好不好 z zer you all yall 好 基本上是這些啦 那我現在先出一個口語版 基本對話版的 然後之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來出一個 那種 打字啊 會用的縮寫啊 縮寫啊 縮寫的時候很討厭 因為我看不懂 我還要去上網查 如果你有任何 想要補充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你覺得 你在美國你也遇到一些比較好笑 或是 比較酷 在台灣的課本沒有看到的 然後在那邊才學會的英文 你也可以幫我留個言 好不好 我們可以互相促進 交流一下 好不好 好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 分享 謝謝 如果沒有訂閱的話 幫我按一下訂閱 然後開小鈴鐺 ok good job ok cool Alright see you bye